2021年的4月 我們踏上了期待許久的單車環島旅行 那個我們曾經想過卻又不敢去嘗試的冒險 今年的跨年我們許了一個願 希望2021年可以試試看 騎腳踏車環島 我考慮一下 付出行動是達成夢想的第一步 於是我們約了幾個跟我們有相同夢想的朋友 經過了幾個月的練習、討論 從路線、行程到景點 帶上了我們的行李 離開了台北 逆時針著方向 以單車的速度去看看我們成長的這片土地 說實話 單車旅行並不像無往的旅行那般出世 每天6點就要早起 路上要注意交通、注意時間 不時還會碰到下雨、大太陽 來到冠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洗衣服 連續這麼多天下來 難免會懷念起以往輕鬆的旅行方式 但我們依然踏上我們的單車 一點一點的前進著 因為為什麼大家非常說的就是想不到 想不到我騎到了新竹 想不到我騎到了台東 而我說很快有一天你會說 想不到我騎完了台灣一圈 其實很多事情不也就是這樣 沒有跨出第一步就有太多的想不到 剛才被逆時針到台灣一圈 939公里 我們才到了 台灣一圈的風景 是全山、是大海 是長得齊高一片綠油油的稻田 是因為春天而綻放的不同顏色的花 而最令我感動的 是看到移民請看我們到來的家人 是遇到約我們採洋蔥 還有送我們水果的當地小農 還有不管戀日或下雨 都提起相鼓勵的朋友 一路上進的是第3種車 生病的下雨、車禍、中午的戀日 一台的沙石車 但每一天太陽升起 我們還是會往前走一點點 把地圖的距離再縮小一點點 來玩這短天的路 我們發現 風想很大 但是當把它切成不同的小塊 感覺就不遙遠了 我們發現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一群人卻可以走得很遠 這迷人的風景 不過是這一路上 不管是碰到下雨、碰到戀日 即使是已經很累了 大家的男人盡力堅持努力踩下去 最喜歡的一句話 是你們的一句 加油啊 而最偉大的冒險 也不過是無數的平凡瞬間 感謝這一路上有你們相伴 謝謝 那我就繼續享受 被太郎 呢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